我們荷山橋的外包和包廂下去撥 剛才看到的幾種樹枝也撥到空空 我相信荷山橋的好意帶來給地方的歡感 希望荷山橋可以下來調查看看 看是包廂是便宜形勢這樣做 不然像你說荷山是要補造型 要讓荷山橋有漂亮的建築在台北 希望不要這麼漂亮的安農客 有這麼漂亮的綠米花來創地風 再去了我也接到很多電話 地風的人都進來 希望荷山橋開始有修正 不可以像上樓站這樣修得套套 讓安農客這麼漂亮安農客 美觀修得破壞